我先把你打給我 阿神, 把你打給我 拿去吧, 拿去 等我 吃東西不適合嗎 你的飯很難吃,吃得嘴巴也餓了 如果有口吃 可能也有心情跟你爹兩句 想吃甚麼 行嗎 大家都是互相合作,吃甚麼 我要吃羊架 我們就查到你們幫組織 在Dark Web招兵賣賣 知道之前阿博薩虎案的案件 是跟誰組織有關的嗎 這就是甚麼意思 阿Sir,麻煩你去跟著我 我真的不用繁忙,欠陣絲 你別跟我玩 阿Sir,我睡覺而已,又玩甚麼 來, 立刻 什麼事? 不知道, 森Sir剛才說跟阿拉維樂口供 之後見到他就這樣 好像吃火藥一樣 怎麼被我反擊了? 來, 下杯茶給他下火 阿Sir, 時間幫病人檢查和吊鹽水 麻煩你自行 別過去, 再過去 等你兩位 阿拉維樂 森Sir 阿拉維樂, 就算你打獲金了他 他也會和你耍耍 是呀, 先喝杯茶下火, 別那麼怒氣 森Sir, 大件事了 阿拉維在肌肉病房, 協傳了個護士 阿拉維, 冷靜點, 有事慢慢說 儘快安排我們離開 否則… 行… 放下槍 你只是想走而已 放了護士去吧 流很多血, 弄死他, 對你沒好處 我有一個提議, 一個人次, 換一個人次 你放心, 我一個小時之內 一定能讓你走 為什麼可以順利? 你想想, 如果他死了 你能不能走? 還要出去 回頭 你不停 為什麼阿拉維有個羊架骨來歇賜人質 那裡是肌肉病房, 不是私家醫院病房 那些膳食不可能有羊架的 究竟那個骨頭從哪裡來? 對不起, Sir 我知道這次是一時大意 我打算他不肯說 那就找些東西哄他, 叫他一口 我沒回意 你不是一時大意 這次你是為了查殺虎案 沒有判斷力 阿拉維是極度危險人物 你竟然可以沒回意? 我上次已經跟你說過 你搞定你的份來事 才好想殺虎案 你是不是也沒回意 外面全世界都知道 我們捉了一個恐怖分子 人人都看得很緊 你搞這些東西出來 不僅影響警隊的聲譽 有什麼閃失 隨時變成國際醜聞 幸好最後也捉回阿拉維 叫做收到課, 補到獲 這件事會寫到你本行為寶那裡 當是小情大戒 Sir 中Sir, 幫到盡了 阿拉維的事你不用再跟 你只負責看守和處理這些行為就行了 你好好記住這個教訓 聰聰明, 我不保得你多少次 午安, Sir 女警員馬榮詩, 請坐 這裡有一個任務 目標是一名中國籍男子50歲 身高1米8, 中等身材 後頸有紋身, 有案底 你要負責監視目標 收集他每天出沒的時間和行蹤 這裡有十個人選, 五男五女 連資和背景都不同 你看選哪幾個進行這項任務 我會選這四個 這四個之中, 只得一個是三年口 身高的小狗 其餘三個都做了四年以上 當中有些用參與過多次的拘捕行動 目標很大機會會對牠有印象 就是說你的行動可能會黃 為什麼不選全部三年口呢 小狗最重要是不要被人認得 CIB講求零失莫惑 我檢資料裡沒有說過任務的詳情 就連目標的名字 以及他犯過什麼案子都沒有提過 相信這個目標是一個高度危險人物 經驗太淺的未必適合 可能上頭給你遺漏了資料 CIB的原則是必須知道 任何情報需要我們知道的 上頭才會說 你好… 這麼早就到了? 是啊 我見過了球賽 剛才很緊張 幸好股Sir幫我探過口風 他說有很大機會可以通通 如果真的可以升職就好了 我們每個月可以多幾千元 對,今天你見球賽 你一定會通通的 怎麼了?你好像心情不是很好 對不起,你剛才是否有事想跟我慎 甚麼事 今天我跟阿拉維拿口供 誰知叫他口供不肯說 我打算找些好東西給他吃,哄哄他 他偷偷地藏了羊架骨 做武器,然後去醫院挾持人 差點逃犯了 這麼糟糕? 我整個下午掛著肩膀也沒有留意 其實是我大意的 我將來被捉回他 那要不需要處分 那只要寫行為寶 寫行為寶不就是要處分 幸好你之前立過不少大功 將功補過也算打個禍 你以後真的要小心點 現在最慘的 就是我沒得再跟阿拉維的案件 沒得再在他身上,我殺虎人的資料 你那些事別再管了 你O記已經很忙了 殺虎案件就等其他人去跟 怎麼交給他們? 查來查不知道查什麼,我才幫忙 我知道,但行為補花了也可大可小 現在是不是連你也覺得 我不應該再查殺虎案件? 你是我的女朋友,你應該支持我的 我不是不支持你 我只是覺得 你對殺虎案件太上心,不是很好 算了…別說了 我們很久沒好好坐下來吃一頓飯了 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很久了 陳先生說不再續租了 我們要談談屋店 如果要再租出去的話 就要夾時間,再約一個經紀 如果我們自己住的話 也要找個裝修師傅收拾他 行了,這些事一直是我們作主的 先頂多吃吧 你搶行當,我祝你升職吧 我來看看 我來看看 我去看你 來, 去那裡 放開它 又是你? 為什麼我去到哪裡都看到你? 你喝醉再也沒說過話 來, 來 我去哪裡?你要繼續喝 走開了, 阿霞也沒說要跟你走 我警告你, 你找色彩遠一點 放開它 我用找色? 你答應過我什麼? 你說過你不會再出來逃 你又欺騙我?我們分手了 寶寶… 怎麼了? 這隻男生不可以當閨密嗎?